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牧羊犬保护的羊群 极少遭到狼群的攻击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一群狼还打不过一条狗吗 对此一些牧民也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们表示 在草原上偶尔也会遇到狼群 单单拿出来一匹狼 就足够把自家一群羊全都咬死 但只要自己家有牧羊犬 那么这群狼就不会靠近 因此他们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条牧羊犬 不少人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牧羊犬的体型巨大 所以产生了震慑效应 狼才不敢发动袭击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牧羊犬来说 其中的品种有很多 但常见的又以德牧和边牧等牧羊犬为主 它们大多体型中等 甚至还没有羊大 因此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牧羊犬的主要工作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帮助牧民来放羊 这些牧羊犬在血脉之中就有着牧羊的天分 经过简单的后田培养 它们很快就能学会如何牧羊 它们会在羊群的周围不断奔跑巡逻 一旦发现有羊试图离群 它们就会把这只羊赶回去 同时 它们还能协助牧民控制羊群的整体前前进方向 是牧民放羊时的得力助手 甚至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牧羊犬 能独自承担起放羊的所有工作 牧民只需在一旁看着就好 而牧羊犬的另一个工作 是它能够避免狼袭击羊群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难道群狼会害怕一条狗吗 并不是狼作为草原上的霸主 它们自身的实力极强 而且它们是群居动物 一旦出现少则七八只 多则数十只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把一匹狼和十条狗放在一起 看看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但结果却是这一匹狼 就把这十条狗吓得一顿不敢动 此外 在狼群之中等级制度极为森严 从上到下有着严格的分工 什么狼该干什么活 被安排得十分妥当 因此可以排除一些狼围被狼王的思想 不愿发动攻击的可能 狼群之所以不愿袭击有牧羊犬的羊群 真正原因是因为人类 自古以来 狼和人类的争斗从未停歇 狼群渐渐也认识到人类的强大 一些同伴被人类杀死的狼 本着牙刺必报的想法去复仇 但往往都不能活着回来 因此 人类在它们的心中逐渐成为了惹不起的存在 而它们也明白 牧羊犬是在给人类打工 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更为强大的人类 一旦自己出击 把这群羊给咬死 那么自己可能当下能够饱餐一顿 但未来的日子必定会遭受人类的疯狂绞杀 有可能自己这一群狼会被杀个一干二净 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不值得的 倒不如去找一些野兔来的安全 难道狼不去进攻羊群的原因 不是因为牧羊犬 而是害怕人类吗 其实 除了人类之外 牧羊犬同样对狼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经过训练的牧羊犬 虽然在面对群狼的时候 也会害怕 但它们仍然会拼尽自己的权力去和狼搏动 它们发起狠来 也不属于狼群 但终究在战斗力上比不过狼 因此往往只能落得白白牺牲 但对此情况 牧民们给自己的牧羊犬 带上了一款防狼利器 这是一个象圈 在象圈上布满了铁刺 狼这种动物十分狠毒 一旦出手 往往都是对着目标的脖子进攻 争取能够一击必敌 而带上这个象圈的牧羊犬 在脖子区域 能够获得十分优异的保护 同时象圈上的尖刺 还能扎进狼的嘴里 一些狼在不知道这个象圈威力的时候 还曾天真的对牧羊犬的脖子下手 但最后却落得个伤低一百 自损一千的结局 牧羊犬虽然也会受伤 但是在牧民的照顾下 很快就能恢复 但是野狼不同 它们的伤比牧羊犬要更加严重 而且伤口在嘴里 破液使得伤口根本无法愈合 因此它们的进食会受到严重影响 大多数被防狼象圈刺伤的狼 短期内都会因为伤口感染 或是失血过多而死亡 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狼 也会因为嘴里的伤口 导致吃不下东西 日渐消瘦最后饿死 因此狼群在和人类 以及牧羊犬的博弈之中 逐渐明白了 有牧羊犬的羊群是快难啃的骨头 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招惹 总而言之 狼群害怕的并不是牧羊犬 而是人类的手段 以及人类的智慧 虽然它们是草原霸主 但在人类面前 总会有无数种 能够对付它们的手段 所以它们才不愿和人类为敌 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存活下去